以世傑書第十二章 另一個信息從上主臨到我 人指你住在叛逆者當中 他們有眼卻他絕看 有耳卻他絕聽 因他們是叛逆的人 所以人指現在你要裝作秘魯的人 帶幾件秘魯者臨大的東西 離開家園到別處去 你要在眾人面前這樣做 好叫他們看見 他們雖伴逆 但或許會留意一下 你要在白天把行裝帶到外面 好叫他們看見 然後在黃昏時分 當著他們的面離開你的家 像秘魯的人要長途拔洩到遠方那樣 你要當著他們的面在牆上畫一個洞 從這洞轉出去 又要在他們面前把行裝 割在肩頭上 在黑夜中離開 你要望著念 使你看不見要離開的地方 因我已經使你成為以色列民的一個御兆 於是我照著吩咐去做 再帶白天把我的行裝帶出去 裡面塞滿被老時可能會帶的東西 黃昏時分 我當著眾人的面 用雙手刮通牆 剛著行裝在黑夜中離開 第二天早晨 這個信息從上主臨到我 人子 這些叛逆的以色列人 已經開始問你所有這些行動是什麼意思 你要對他們說 至高的上主這樣說 這些行動包含著吸耶路撒冷的西底家王 和所有以色列民的信息 你要說明你的行動是一個預兆 讓他們知道即將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 因為他們將要作為俘虜被放逐 就連西底家也只能帶著隨身物品 夜間穿過長洞離開耶路撒冷 他要蒙住自己的臉 雙眼看不見離開的地方 我要把網殺在他身上 用我的網羅抓住他 把他帶到巴比倫 就是巴比倫人的土地 他雖然永遠看不見那地 但卻要死在那裡 我要把他的僕人和勇士驅散到四方 讓刀劍驅趕他們 我把他們驅散到列國時 他們就知道我是上主 然而我要留下當中的少數人 讓他們不死於戰爭、饥荒或疾病 好讓他們能向捉住他們的人 承認他們一切可憎的罪 這樣他們就知道我是上主 接著這個信息從上主臨到我 人子 你吃飯時要發抖 喝水時要膽戰心經 你要告訴眾人 論到住在以色列或耶路撒冷的人 至高的上主這樣說 他們要戰經地吃飯 絕望地絕水 他們的土地要因他們的暴虐被剝奪一空 城鎮要被摧毀 田地要變得荒涼 這樣你們就知道我是上主 另一個信息從上主臨到我 人子你聽過在以色列流傳的這句話 時間要過去 預言也要落空 你要告訴民眾 至高的上主這樣說 我要廢掉這句言語 很快你們就不再說了 現在你要給他們這句新言語來取代舊的 時間已經到了 每個預言都要仍然 以色列將不再有虛假的意象和淺味的預言 因為我是上主 我說的話必定實現 你們以色列叛逆的人 我不會再延遲了 我威脅要毀滅你們的話 必在你們有生之年 這是我至高的上主說的 這個信息又從上主臨到我 人子以色列人說 他說的是狠狗以後的事 他異仗的兌現遙遙無期 因此你要告訴他們 至高的上主這樣說 我不會再延遲了 我發出的警告 現在都要兌現 這是我至高的上主說的